依然劉宇柔凭借直率个性成为不少综艺节目的常客 深受观众们喜爱 她与去年宣布与哥斗选手前夫离婚 六年婚姻宣告结束 恢复单身后的感情状态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近日她在个人IG先动公开一则网友的私讯 对方声称是她的邻居 并表示劉宇柔经常三更半夜吵到自己 痛诉劉宇柔家的猫叫了两天 还跟着他们住户的狗狂吠 令她无法好好入睡 要求劉宇柔想办法做出改善 对此劉宇柔强调自己的家和工作都在台北 三只爱猫也都在台北没出过门 怒向该名网友表示 谁吵到你就举报 質疑对方为何把莫须有的罪名挂到她身上 认为对方分明就是看见黑影就开枪 难道她家楼下的张王交配 也要算在自己的头上吗 怒气直迫表帖文引发热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